歡迎光臨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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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起來今天在台灣的夜市裡面 搜尋了八位妹妹 這八位妹妹呢 聽說 因為他們的外型的關係 可以幫他們在照顧的那個店家 或者攤位 增加業績和銷售量 所以等一下可能會要請 看電視的人 還有我們在現場的 喜歡逛夜市的男生 來選一下他們覺得 他們最願意光顧誰的店 評審在我的對面是十位 愛逛夜市的男生 哈囉 歡迎 在這些妹妹轉過來之前呢 我想先問一下這些男生 喜歡逛的夜市好了 妳最愛逛的夜市是哪一家 是IU嗎 你 十大 十大夜市 八個背影 妳最想要跟誰講話 純粹就... 他現在正在整理攤位上的衣服的話 妳對誰的背影就有興趣 可能黑色的那一位吧 你說第三位嗎 對 露肩膀的這位 所以你喜歡服裝上面 要裸露一點的 當然比較少會... 就是會去光顧這樣子啊 他就是... 他就是愛逛夜市的男生 好 Alex 你逛哪個夜市 士林 是吃東西 吃東西 馬太 哪個夜市 逢角夜市 好 阿傑 花園夜市 輔大 所以這八位的背影 你對誰最感興趣 應該是藍色吧 高挑 你喜歡高的 真的 可是這麼高大不會很危險嗎 這麼高應該... 是不是很像我們叫男生 在家法在那裡 阿邦 你逛哪個夜市 我也是士林夜市 所以呢 我們現在這八位妹妹背對著我們 我們會先請她們展示一下 她們招攬生意的時候 會講的那個 經常用到的詞句什麼 我想我先讓這位小妹妹來講 來 妳先不用轉過來 好 來 背對我 妳平常在店裡面 照顧生意的時候 妳最常招呼客人那句話是什麼 大城堡 小城堡 正好吃喔 可以再來一次嗎 大城堡 小城堡 正好吃喔 妳生意都這麼沙啞嗎 妹妹小抽點菸喔 好 不然她轉過來了 來 妹妹轉過來了 好可憐啦 三年一是師大夜市的 妳在... 妳是在家裡面的店幫忙嗎 對 是那個店是爸爸媽媽開的嗎 對 她今年七歲 然後她兩年前有參加過那個選吧 得了第幾名 三名 十... 妳是能省幾個字 就省幾個字是不是 第三名 所以... 所以當時是師大夜市的正妹票選 是不是 得第三名 對 很厲害耶 那妳有跟妳爸爸媽媽講說 我不想要再工作了 我想要好好念書嗎 沒有 所以賣大廠包小廠 會不會影響妳的客業 不會 妳猜她有沒有收入 我覺得如果是人性化的爸媽 應該要給她一些收入 妳打工有沒有錢賺啊 沒有 所以... 要報警嗎 所以妳這樣辛苦賣大廠包小廠 妳覺得妳獲得了什麼 她在打工中得到自我價值的證明 幫忙家人的感覺 那妳可以免費吃大廠包小廠嗎 可以 三個 這麼多 妳不會吃膩嗎 不會 OK 佳穎 歡迎妳 妳可以坐了 請坐 好 接下來妳想來開哪一位 我覺得剛剛被選中那位 藍色衣服的小姐 高個兒嗎 因為她的高度跟她的身材的那個寬度 真的很容易轉過來是一位先生 所以妳猜她轉過來的時候 就是會五官比較大一點 然後線條比較明確那種 我覺得有可能是掺雜了一些 喜劇演員在裡面 好 高個子藍色外套就位 麻煩妳講一句 妳平常招攬生意的時候講的話 好嗎 哈囉 妳好 請問妳要什麼口味 對 對 先生 請問妳幹嘛穿女裝 要什麼口味所以應該是 高跟心吧 我要小牛皮的 請問妳的是什麼生意啊 炸飯糰 炸飯糰喔 那妳的外型有被報導過嗎 沒有耶 比較少 OK 所以妳今天會出現在這裡 是因為有很多客人推薦說 妳長得很漂亮 還是妳在夜市裡面有被選拔為 是那個夜市最漂亮的妹妹 夜市沒有選拔 就是有不少客人會 為了想看我們的員工跟老闆娘 會特地來排隊 所以除了妳之外 妳們老闆娘也是漂亮的 對 我們老闆娘跟員工都不錯 所以妳是女生 我真的是女生 請問妳多高 一把七十八 好 藍丸套妹妹 麻煩妳轉過來囉 男生 她長得沒有像男生 她長得是那個 水蜜桃姐姐那個路線對不對 妳在長相 明明應該是配 比較迷你的身材啊 所以我不知道 為什麼自己長得這麼高啊 妳在炸飯糰那邊 打工多久了 一年了 一年前是... 一年前是大三 大三 沒有工作 有工作 在補習班 在補習班 對 所以在補習班的時候 也有很多人找妳搭訕嗎 沒有耶 補習班都是一些國中生 國中生就會嗆妳 對 就是妳是男人之類的 對啊 我們剛剛自己不是也這樣講嗎 所以離開補習班界 是因為被他們嗆到不行嗎 沒有 就是可以轉換個心情 炸飯糰的生意 如果業績好的話 妳可以抽獎金嗎 就零底薪跟獎金 然後因為加上是店長 對 所以薪水... 有獎... 所以賣得好有獎金 有... 好 銀針 歡迎妳請坐 謝謝 然後... 銀針那邊靠近男生的兩位 妳想要先聽誰 馬靴那位還是... 馬靴那位 感覺她的背影好像很撐得起 這個場面 OK 所以要先看那個黑鞋子那位嗎 對 黑鞋子那個比較... 好 最靠近男生的那位 各位妹妹 請妳講一句妳招呼生意的時候 講的話 哈囉 挑看喔 上衣都可以試穿 上衣都可以試穿 所以是賣歐巴筋嗎 是 妳不務一真的進來越好 請問妳在那個衣服攤 打工幾年了 接近半年 半年 所以半年前是沒有做別的工作嗎 對 對 妳說上衣都可以試穿 是說妳們只賣上半身嗎 就是衣服 褲子 鞋子 包包都有 所以下身不能試穿 也可以 所以妳要她怎麼講 就是上衣跟下身 都可以試穿嗎 應該是說 進來隨便都可以試穿吧 為什麼只供上衣 就可能剛招呼的時候 就說上衣可以試穿這樣子 她怕客人很喜歡試穿下半身就 很麻煩 還是說她從來看到 沒有下半身的客人 夜市又不是鬼市 夜市我聽說也是滿多的啊 又不是開在墳墓區 有客人為了看妳 而跑去妳們店裡光顧生意嗎 記得上次有一次報導 是那個蘋果日報那個 然後因為這樣子 然後就還滿多客人會來的 妳被蘋果日報報導過 對 照片燈得大嗎 好像是頭版 但是是最下面的 頭版耶 那很厲害耶 妳是不是有偷東西 妳是不是在夜店偷東西 在夜市 在夜市偷東西的妹妹 然後上頭版出來 好 請妳轉過來吧 妳幾歲啊 2 1 OK 妳被蘋果日報報導過之後 其他攤位的人沒有嫉妒妳嗎 不知道耶 今天來的這些人妳都見過嗎 沒有耶 妳剛剛有看到哪一個覺得 別妳漂亮嗎 覺得她 妳隔壁這個嗎 所以她是妳今天暗中覺得 最漂亮的嗎 對 那妳剛剛有認為迎貞是男生嗎 不會耶 就覺得滿像我朋友的 OK 好 好 歡迎妳來 請坐 謝謝 牛仔褲這位的打扮妳搞得懂嗎 牛仔褲這位 我想他應該是以親切 我們今天沒有在選親切這件事啊 牛仔褲這位 請問妳照顧的攤位是哪一種 服飾的 服飾喔 所以妳招呼客人 最常講的一句話是什麼 慢慢看 對 有客人為了妳跑去買衣服 然後送給妳嗎 男生吧 男生 跑去妳們店裡面買了衣服 然後說是送給妳的 對 他買了多少件 不多 兩件 所以有打動妳嗎 沒有 那個衣服妳真的收下了嗎 沒有 退掉 妳先身上穿的是妳們店裡的衣服嗎 對啊 OK 所以妳在妳們那個夜市 是出了名的漂亮 還是說很會賣衣服 業績吧 可是我們今天不是選業績好了 可是她的背影 感覺好像就是業績好了 而不是說漂亮 這個背影看起來 是俠盜羅賓漢那樣 對 感覺是很俐落 很會跟客人聊天的 好 牛仔褲這位請你轉過來吧 夜市這位紅飯店小位子 知乎是新人 有人為妳編過夜市的slogan是不是 說整條夜市裡面最漂亮的人 是妳 然後最帥的是隔壁的一個什麼 做拉茶的媽媽 她是妳嗎 不是 不是妳 是別人嗎 是妳 是妳 對啊 妳應該是 對 所以妳是麥媽卡樂先生是不是 對 對 好 牛仔褲這位請你轉過來吧 好 牛仔褲這位請你轉過來吧 WINNY 所以WINNY你們有辦過選拔或者是... 沒有 夜市都沒有 所以妳知道目前最厲害的就是 有個客人買兩件衣服送給妳嗎 就送料之類的吧 每天 每一天 同一個人 對 那妳不會害怕嗎 會啊 就躲起來啊 喝不喝 不喝 送給就員工之類的 是客人還是其他店家的 其他店家跟客人都有 送給員工 所以妳是老闆喔 算是 也算不是 以前在打工的時候是店長 就是幫人家掌... 就是掌握那個店這樣子 所以員工現在都已經昏迷了吧 就是... 沒有 妳戴玉琢耶 所以妳是大人嗎 就是媽媽送的啊 OK 妳其實是妹妹對不對 我嗎 25 OK 現在的服裝店是妳自己開的嗎 現在是 對 所以如果是那個高個子銀針 跟旁邊那個娃娃 妳店裡面會先聘哪一個人 當店員 那個白色衣服吧 為什麼 不會顯得店裡面太急嗎 不是 因為這樣很有壓力啊 就這樣太高了 而且我本身又不高 如果妳要罵店員 結果他比妳高的話 可能罵會不會 對 還要踩高跟鞋罵他 這樣很慢 還慢 謝謝妳 請坐 然後高跟兒旁邊這位穿球鞋的 請問妳平常招呼客人 最常講的一句話是什麼 所以也是衣服的 不是 妳做了幾年了 一年多 生意好嗎 還不錯 我不是賣衣服的 可是妳剛才不是說 慢慢看喜歡可以試穿 肉根嗎 鹽酥雞吧 鞋子啦 是賣鞋嗎 對啊 是女鞋是不是 運動用品店 所以是男鞋 都有 就是蛙鏡 有貌那些都有是不是 有 賣鞋的店竟然比蛙鏡跟有貌 真的太奇怪了 他說是運動用品店 那還有滑雪板嗎 所以請問 妳的月薪可以超過三萬塊嗎 沒有耶 我算是支援那種 臨時的 對 對 所以妳是從何開始知道自己很受歡迎 我沒有覺得這樣 OK 所以今天我們請妳來 妳也覺得莫名其妙對不對 緣分吧 緣分是給妳講 好 妹妹轉過來給我們看一下 真的是緣分 像阿雅 有一點像 不過有一些演員是這個臉型的路線 現在單眼皮的妹妹 我雙眼皮 妳雙眼皮嗎 我遮住了 內雙... 妳是不是跟客人講話的時候 都會把頭低一點然後抬眼睛跟他講 不會啊 那個角度看起來比較漂亮 真的嗎 所以妳說妳是彈性上班的 不是固定的 對 引起客人注意之後 老闆有比較常請妳去照顧生意嗎 沒有耶 該上班就去上班 就沒有為了什麼 所以現在還有學生身分 有啊 所以妳有暗中覺得妳在的時候 那天生意會比較好嗎 所以是有的 沒有啦 這十個男生走進店裡來的話 妳的眼睛會先看見誰 那個馬太吧 她看起來比較像會成交生意的樣子嗎 因為她穿那個球鞋 就感覺會來買 有可能會選這個憲哥吧 因為她鞋子舊舊的 可能會來換 憲哥 對 所以她滿會做生意的 她不是在看外表耶 所以帥不帥不重要 是看她有沒有可能花錢 對 穿西裝我絕對不會接 西裝的不像會買球鞋的樣子 會來看球鞋 可是幾乎都不會買 因為像凱凱 就感覺不像是會 可以在你們店內消費吧 對啊 可能帶女朋友來會消費吧 凱凱的臉型是 扭成澤導演的臉型 是... 有人這樣說嗎 沒有耶 凱凱 你是業務人員嗎 對啊 所以你不會買球鞋吧 應該都買皮鞋 那你去人家球鞋店幹嘛 這麼配合 好 子惠 歡迎請坐 所以現在三個很強的 一個露肩膀的一個 被剛才娃娃認為是勁敵 還有一個靠近我們的露最多 露最多這個可以整集都 不要讓她轉過來 可以啊 所以她就會整集都背對我們嗎 我讓... 你不讓我轉過來 你現在不讓我轉過來 那你明天是不是要我跪下來 我也是啦 你有真的要扇根嗎 沒有啦 我沒有去做啦 我沒有去做 可是你整個臉的立體度 好像滿搶眼的耶 對啊 那是妝的問題啦 你照顧什麼生意呢 我照顧什麼生意喔 看我的長相你就知道 我是在夜市裡面 賣春捲的 賣春捲的 然後或者是... 你到底說我會不多低級 或者是賣銀式的啦 當然我是開玩笑的啦 你為什麼要講雙關語啊 沒有啦 你為什麼不去吃屎 吃屎啦 你有過問耶 我真的是太過問了 我辣妹 你叫我去吃屎 太過問了 所以請問 有客人因為你來去店裡嗎 當然啊 我出現在各大夜市啊 去殺你是不是 不是啦 好辣妹 好啦 茵茵的眼睛 你有沒有偷看 剛才這兩位還沒轉過來的女生 有 我有在看 所以你心中覺得 誰可以先轉過來 我來看一下喔 我是覺得喔 我... 我還比他們有資格 所以你覺得他們沒有... 美色上沒有壓倒你是不是 如果真的要講我覺得 可能是這一位啦 這一位可以壓軸還是先轉過來 可以先轉 真的嗎 真的 所以你最看好的是那個 馬軒那位 沒有...我是說 我誤會你們的意思啦 我比較少上節目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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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要以壓軸的 以壓軸 我覺得應該是這一位壓軸 二肩膀的壓軸是不是 對 好 那穿馬軒的妹妹 麻煩你講一句 你平常招呼生意的時候 最常講的話 歡迎光臨裡面看喔 選人都可以幫你拿size 都可以試穿喔 她是今天第一個娃娃音耶 是 而且她講的台詞很完整耶 因為佳芸講得就很簡短 因為另外兩個只說 喜歡可以試穿 或者說只能穿上半身 可是她還會願意幫你 拿不同的size出來耶 而且她有... 她有比較鼓起精神來 其他人就比較沮喪的感覺 所以請問你 照顧這個店裡的生意 已經幾年了 兩年半喔 OK 妳也是有獎金的嗎 所以賣到... 業績到多少就可以有獎金啊 也沒有...沒有硬性規定耶 就是看當月的營業額 因為算是店長 所以就是看營業額 然後老闆給予獎金 我聽她說話的自信度 她應該有意識到 自己是漂亮女生吧 對 妳是不是有覺得自己是那個 整件... 整條厭世裡面最漂亮的 沒有 妳有被蘋果日報報導過嗎 也有 妳跟旁邊的娃娃 是上同一天的版面嗎 不同 所以誰的版面比較大 應該是她的吧 那妳們店裡有把妳那天的報道 貼出來嗎 貼在店裡面 對 所以內容也是寫說 妳是很受歡迎的店長是不是 沒有 是那個 今日我最美的 妳是今日我最美的嗎 今日我最美的耶 那個裡面的妹妹 很多都很漂亮啊 對啊 我也有唱過 這也不是很漂亮啊 我當內容 是鬼魂裡面的 沒有啦 好 那個瑪璇妹妹 麻煩你轉過來 好 三三 有人為妳編過夜市的slogan是不是 說整條夜市裡面最漂亮的是妳 然後最帥的是隔壁的一個什麼 做拉茶的嗎 那個是妳嗎 不是 不是妳 OK 是別人嗎 是露肩膀這位嗎 沒有這個人 那應該是妖怪囉 沒有錯 妖怪是妳的眼睛 對 是妳 對啊 妳幹嘛不承認啊 對啊 妳應該是... 所以妳是賣拉茶的那位先生 對 夜市這邊上頭版 竟然是因為她偷東西 請問妳照顧客人的時候 最常講的一句話是 來看看喔 喜歡都可以拿起來比比看喔 比比 請問妳 吃餅生意照顧幾個 那妳應該已經入籍了吧 那妳有上過報紙的經驗 有最美嗎 有 是妳有偷光東西嗎 妳已經轉過來了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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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珊珊 妳那個剛才講的 招呼聲音的語氣 是有被訓練過嗎 還是妳本來就會 就看人家怎麼講 然後把自己想講的講出來 所以像剛剛娃娃說 可以試穿上半身 妳會糾正她說 下半身妳可以穿嗎 我應該會說 敲敲看 學人看喔 學人都可以試穿喔 OK 所以妳會希望妳的店員 也都這樣講就好了 而且妳剛剛有說 可以幫妳拿那個你的尺寸 對 因為其他人都沒有說 要幫她拿他的尺寸啊 那其他人怎麼樣 妳就穿不下就算了嗎 應該也會拿喔 好 現在歡迎妳了 請坐 好 只是因為肉肩膀 請問妳今天的打扮 是為了上康熙才穿的嗎 還是妳平常也穿這樣 在工作的時候會這樣穿 請問妳招呼客人的時候 最常講的一句話是 來看看喔 喜歡都可以拿起來鼻鼻看喔 鼻鼻看 鼻鼻看應該是指衣服吧 飾品 所以是耳環這些嗎 飾品跟衣服 所以飾品 就不讓人家適戴的對不對 因為耳環如果適戴的話 會引起感染 所以不會讓客人適戴 引起感染 對 可是照理說不是應該先拿酒精 消毒一下就可以適戴嗎 也是不行 有些人覺得酒精消毒沒有用 是衛生的問題 請問妳 飾品生意照顧幾年了 快要十年 那是要十年嗎 對 那妳應該已經入股了吧 其實是家裡的工作 妳是要說入股還是入肚 是股嗎 賣了十年應該就變股東了吧 是老闆是不是 所以現在是自己的攤子 對 是自己的攤子 那妳有上過報紙的 今日我最美嗎 有 除了今日我最美 有參加過選拔嗎 沒有 OK 沒有 沒有 所以請問妳十年前 開始幫媽媽工作的時候 有酬勞嗎 沒有 完全沒有 妳經歷了多久才有酬勞 一直都沒有 現在還是沒有 對 對 所以妳是在說隔壁那個家人 從五歲開始到她三十五歲 都不會有酬勞嗎 對 對 就一直吃大腸包 像我常吃到三十五歲 沒有 請問妳媽媽的台子是說 妳不要跟我拿這個薪水 將來有一天店就是妳的嘛 對 所有人家都是妳的人 還跟我拿薪水 好 請妳轉過來好嗎 謝謝 葵葵 葵葵 妳被今日我最美拍的時候 妳有驚訝他們說 怎麼找陌生人來拍什麼 是還滿驚訝的 因為覺得沒有必要 還是說今日我最美 是可以民眾自己去報名 要被拍 對 可以 他們有講 那妳是報名的還是 不是...在工作的時候被找的 所以另外兩位 有可能是自己報名的 不會... 因為通常會自己報名的 很少啦 沒有那麼多 請問妳在夜市工作的時候 要化妝嗎 需要 而且就是一定要帶很多飾品啊 就全身上都要東西 不要讓客人看 被網友講 帶放大銅片是妳嗎 不是 是妳 珊珊對不對 妳說這不會讓妳生氣 因為我的瞳孔 本來就是咖啡色 所以我覺得還滿開心的 因為我沒有帶 可是他們會覺得說我有帶 因為我看葵葵明明就有帶放大銅片 有...當然有 我有盡視 所以妳的妝是整套的嗎 對 OK 所以十年來都沒有跟妳媽媽講過說 妳不想做了嗎 有 就是只是兼職 我還是學生 但還是就晚上會去幫忙 但有時候真的太累 然後會耍人機說我不想去 但會被湊罵一頓還是去吧 對 歡迎妳喔 請坐 謝謝 所以Winnie是來自中部的夜市 是逢甲嗎 對 逢甲夜市的特色是 大腸包燒茶嗎 對啊 可是佳芸是師大夜市的耶 可是那邊很有名 而且每次都要排隊 那葵葵來自饒河夜市 饒河街 觀光夜市 所以饒河生意最好的是 要燉排骨 那家很有名 然後還有那個胡椒餅 所以妳們在夜市工作的人 自己還是會一直光顧這些生意嗎 絕對不會 對 吃到都膩了 還吃 可是妳們是幾點要 開始準備開店啊 五點在那邊 擺攤到六點 六點開始 到幾點 六日的話會到凌晨一點 而且還要收攤 我們不是店面 我們是攤位 所以還要收假 兩點 那可以請妳男朋友 陪妳去擺攤嗎 可以啊 他可以坐在旁邊 可以 那可以這樣一直在下面攤在那裡 那不行 不用... 媽媽會在 媽媽跟爸爸都會在 對 可是如果以妳在那個饒河的人脈 妳是可以去別攤吃免費的嗎 可以 對 所以妳是走到哪兒 大家都認得的 因為在那邊太久了 對 就是幾乎整條街 都會知道我是誰 然後去吃東西都會不用錢 買衣服也可以比較便宜 買任何東西都會比較便宜 家芸也是嗎 妳在妳們夜市 可以隨便吃任何一個攤位嗎 可以 都不用付錢嗎 不要 妳最喜歡吃的是哪一個攤位 大腸包小餐 對 他媽媽是很精神 妳真的很會宣傳耶 是別家的大腸包小餐嗎 大腸 你們的 你們家的 所以上次參賽的時候選拔第三名 是妳自己想去參加比賽 還是妳爸爸媽媽要妳去 媽媽 媽媽要妳去 對 那比賽第三名有拿到獎金嗎 有 那錢在哪兒 媽媽拿走了 來 我幫妳打電話給檢查 妳跟檢查說 妳跟檢查說 妳沒有獲得應有的福利 來 這樣 她剛剛指後面是什麼 後面是存起來的 經紀人幫她存起來的嗎 有幫妳存到妳的戶頭去是不是 有 OK 紫薇 妳是哪個夜市 饒河夜市 所以妳跟葵葵是同一個夜市 對 妳們認得嗎 不認得 可是妳有聽過葵葵這個名號嗎 沒有 她有沒有帶人去砸過妳們攤子 我覺得葵葵有點像大姐夫 這些 可是妳應該在饒河夜市 沒有她這種人脈吧 我沒有做很久啊 所以妳就不能享受 免費吃這件事 對 我不嚮往啦 所以紫薇下次 如果去葵葵的攤位的話 妳會送給她一點飾品嗎 會 會幫她打折 只要是朋友來或講我的名字 就是都是可以打折 可是她剛才說她沒聽過妳耶 沒關係 現在聽到就好 沒關係 OK 銀針 妳是... 五大花園 五大花園 所以妳在店裡面的時候 客人有針對妳說 我是為了妳來的 就是有客人會在外面 是不是等我出去上廁所 然後我沒有去上廁所 她就是買了一瓶2200 對 要把妳灌到去上廁所 對 她都不夠再跟我說了 所以她是很希望妳上廁所是不是 對 對 如果一整天都沒去的時候 她就會寧願排隊來買大飯桶 所以銀針妳有被男生追妳的時候 抱怨過說他們很想追 可是妳太高了 對啊 有發生過這種事 有... 還是說他們還是很想追 只是妳覺得高度不行 就給人家打槍 都有耶 對啊 就是身高上看... 兩個太高走出去像一雙筷子 然後太矮那個感覺怪怪的 像丞翰點這樣子這一型呢 我現在是哪一型 她現在是正妹 所以丞翰點的知名度 出現在夜市會癱瘓嗎 這個夜市 可以... 她本人會癱瘓 我為什麼要癱瘓 為什麼要癱瘓 太過分了 小S逛夜市超順暢 全都是自己想太多 我常跟我老公去師大夜市 然後我老公每次說 Baby 我們去師大夜市吃綿綿冰 我就會說 我去師大夜市真的會造成困擾 大家會一直跟我要簽名 或拍照 她就會說試試看 然後我就很謹備進去 然後我就... 然後就很順暢 我在師大夜市行動很刺 我... 對啊 老公跟妹說 妳幹嘛 妳想太多了 妳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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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是... 四大夜市 所以妳跟佳妤認識嗎 之前選拔的時候一起的 她第三名 妳第幾名 第... 妳第一名啊 佳妤妳知道那個姐姐是第一名嗎 妳有覺得這個姐姐比妳漂亮嗎 她很勉強 妳回去有跟媽媽說 說那個第一名的姐姐很漂亮嗎 她這個姐姐有來買過 大腸包小腸嗎 沒有 這麼壞 我愛吃...那個壞 如果這個姐姐來妳的店 妳願意給她打折嗎 少收5塊還10塊的 可是她打敗妳 她是第一名耶 妳說一份是30塊對不對 5塊...50塊 50塊 所以少收5塊的是多少錢 45 成功了 答對了 再打8折呢 我也不會 好 娃娃 妳是哪個夜市 不是 也是10大 所以妳不會是第二名吧 不是 這幾位妹妹當中呢 有客人是為了她們來 然後業績可以提高 號稱業績可以提高 超過20%的舉手 誰 妳 20%這件事妳會算嗎 算 就是本來賣10份 結果又多賣2份變12份 是不是這意思 所以有客人來說 會只要吃妳賣的大腸包小腸嗎 是 那這樣妳會...妳會謝謝她吧 所以媽媽有跟妳講說 佳芸 因為妳的關係 我們的生意變好了兩成 有這樣講過喔 佳芸 所以娃娃 妳... 妳照顧那個生意的時候 客人試穿 萬一穿過以後就亂丟這樣OK嗎 就我們心裡會覺得不太開心 可是還是要就是小小 就是這是一種服務業 所以銀針如果走進來 然後要挑妳身上那件尺寸的衣服的話 妳就會跟她說這個不是的 對嗎 會說可能太短了這樣子 然後我就會說 可以試穿上半身啊 因為太短了 所以自己就上半身 上半身為期 威妮 妳們工作時間會使妳們 沒有晚上的休閒生活對不對 對 是一週七天都這樣嗎 對啊 因為我本身還有自己 在跑一別的夜市 那男也會抱怨 妳都沒有時間跟她相處嗎 她會跟著啊 所以還好 兩 三年把湯子收拾好 回去睡下來大概四 五點 沒有 看距離耶 像有時候 如果我們像台中到彰化 對啊 那彰化的時候 一收一兩點 回到家可能快三點 所以妳會在一邊收攤的時候 她就會一邊迫不及待地 開始揉妳背嗎 就是她... 她邊收攤的時候 對 因為妳都很心急 她在收攤 然後妳揉背 這樣她會有興趣嗎 因為她白天又在睡覺 她們等於是沒有時間 可以好好享受兩人世界啊 收入很理想 妳才會堅持吧 我有嘗試過別的工作 可是我還是覺得興趣 對啊 好玩在哪裡 就是可以跟客人一直講話 幹嘛這樣 妳是喜歡跟客人講話嗎 就是可以遇到一些不容易 就是比較好玩的客人之類 所以如果這個客人 現在真的走進妳店裡來 我們要跟他講什麼 小姐 我這樣適合穿什麼 秀衣啊 可能沒有適合她的吧 我會說... 不行啊 一定有... 建議如果客人妳也要招呼吧 我應該問她說 妳假睫毛在哪裡裝 然後還有就是她的眼皮 怎麼...就是怎麼那樣子 眼皮什麼了... 就是... 我的眼皮什麼了 就很漂亮 我不只有眼皮喔 我全身上加那個皮都很緊繃 不是因為這位客人 妳看的件衣服嗎 對啊 感覺妳視線好像很一半耶 我都看得到 很清楚 所以如果妳跟她聊了一下 她的化妝 她也願意講的話 可是她明顯是一位 男扮女裝的人士 什麼男扮女裝 我是女生 她明顯是一位 所以看起來有點像男生的女生的話 妳會推薦她一些適合她的服飾嗎 內搭褲吧 因為如果是以男生的骨架來說 的話女生的鬆緊帶 是最適合他們的褲 所以還是努力做生意 對 所以她如果情緒 不要像剛剛那麼激動的話 就乖乖把衣服買走就沒問題 就...對 那如果當著妳的面嫌棄 衣服不好看 會讓妳生氣嗎 我會說妳覺得哪一件比較好看 就是訪問她 讓她選 憲哥 我問妳喔 去夜市的時候 如果買東西 通常會殺價嗎 不會 感覺會很不好意思 但可以問她說 可不可以一點點便宜之類的 妳會試試看說便宜一點這樣 對 如果說當下說不行的話 就說好 那我就買了 是完全沒有氣勢的客人 這麼弱嗎 所以請問到底要怎麼殺價 你們才會讓步 是 因為我覺得殺價是很尷尬的事耶 她的說法也很直接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我的底線 我就會直接給她 所以 銀針 如果妳說180 結果她說150耶 這樣妳會上當嗎 不會 妳說根本不用掙扎 妳說出來多少錢就多少錢 因為飯糰就這麼殺價 飯糰就能殺價嗎 妳知道... 吃的東西在殺價 沒有啊 飯糰一定要殺價的 當然要啊 不要看如果買五個應該可以殺價吧 沒有啊 就三個就做優惠100元 所以你們自己會主動講說三個就優惠 對 我覺得鞋子比較常要被殺價吧 對 所以她如果假裝聽錯價錢 這招有用嗎 沒有用啊 別人有用吧 可是對我沒有用 對 妳感覺好像是一個 完全不給客人留情面的老闆 所以她...妳們通常平均價 大概在什麼價位 要看什麼鞋子啊 會有兩千多的吧 有啊 還滿多的 所以妳說兩千八 她父親就說 剛剛不是說兩千五嗎 這樣妳要說什麼 那請妳看別送 那她如果跟妳講說... 她怎麼這麼差 她如果說我是學生 可不可以算兩千五 沒辦法 一定會先按計算機 看最低可以給她多少 那如果是今天我進去妳店裡 然後說我是小孩子 可不可以拜託 妳要請妳說我送妳 妳為什麼不去夜市 我常跟我老公去師大夜市 然後我老公每次說 寶寶我們去師大夜市吃綿綿冰 我就會說 我去師大夜市真的會造成困擾 大家會一直跟我要簽名 或拍照 他就會說試試看 然後我就會很緊備進去 然後就... 怎麼可能 而且我跟我老公帶兩個女兒 在那邊吃綿綿冰 然後有別的客人 因為都離你很近 我就會...都吃得很緊張 然後就一直這樣 然後那客人也都沒怎麼樣 就是大貓在那邊喊啊 什麼東西 怎麼可能 沒有人注意到你 偶爾一、兩次會有老闆說 可不可以拍個照 然後其他店家會很禮貌地 拍個一、兩張 其他客人都沒有騷擾過妳 完全沒有 頂多有一、兩個 那萬一師大夜市那個攤位 剛好正在播康熙 或者妳的廣告 有 我覺得客人頂多就是吃一吃 然後看我 然後就再繼續吃 我在師大夜市行動很自由 怎麼會這麼不好 對啊 老公就說 你看爸 妳想太多了 小愛是演藝生 妳要走一下播 夜市準備造成蜥蜴蜴蜴場 如果你們在服務的時候 發現是小S跟她先生 你們會可以說合照 還是你們老闆有規定 不可以做這種事 我們今天還滿多 人會在那邊 所以已經 習以為常 她沒有給妳... 這好小意思喔 對 妳要看誰最紅啊 如果你們在服務的時候 發現是小S跟她先生 你們會可以說合照 還是你們老闆有規定 不可以做這種事 她沒有特別規定 可是還是會想合照 所以如果是她出現 一定會想合照對不對 還是說我是在饒河街比較紅 下次可以去饒河試試看嗎 是 蜴蜴 妳覺得她去饒河 會引起轟動嗎 可是通常 饒河街還滿多藝人會在那邊 所以已經習以為常 她沒有給妳... 什麼意思 很多藝人 妳要看誰最紅啊 是啦 就是蝴蝶 她的意思就是 把妳跟小甜甜 和蝴蝶列為蝴蝶 妳看過哪些藝人 我聽聽看 這是小甜甜 對啊 因為蝴蝶也上去了 對 蝴蝶也上去了 所以妳已經對藝人 是膩了是不是 因為我本身的行業 是跟這方面有關係 所以就是看習慣 可是我比小甜甜紅很多耶 當然啊 妳來我視頻整餐都送妳 小甜甜有光臨過妳的生意嗎 就是來看看就走了 對 她沒有買 所以妳也不用招呼說 明星耶 要不要試試看 妳反而這樣 她就越想走 不要讓他們覺得好像去 就一定要不自在 所以要假裝沒有認出他們來 也不用假裝沒有認出他們啦 就說我有看過妳耶 小甜甜 妳很漂亮什麼 然後就很開心 但她還是沒有買 白打 好 所以今天這幾位妹妹呢 她們都有幫她們的夜市 帶來比較多生意 可是殘酷的考驗就是 十位男生要在現場決定 她們只能光臨其中一位的 攤位的話 我先跟你們講 那個七歲的妹妹 不要列入競爭行列 因為這樣她還有到35歲 中間都要經歷這個陰影 所以妳沒事 妳是榮譽的地位 妳不用參賽 我們只可以選一位喔 後排的... 後排的五個男生 比較靠近妳們這三個女生 銀針 珊珊跟娃娃 只可以光顧其中一位的生意 可以跟她講話的話 會選擇銀針的舉手 會選擇珊珊的舉手 娃娃 珊珊跟娃娃平手 OK 那這邊的另外三位 娃娃 珊珊跟紫薇 會選擇娃娃的舉手 珊珊 紫薇 為什麼 比較有趣啊 她感覺還滿有趣的 就想跟她多拿兩句 她態度最強硬耶 所以妳這一行還算討喜喔 所以妳從來沒有被客人罵過 就轉個屁啊什麼 有沒有 好像有耶 她們轉過身去偷講的 是人家跟我講的 所以後排男生當中 票數最高是紫薇 是 好 前排的男生 銀針 珊珊跟娃娃 會照顧娃娃的生意的舉手 票 珊珊 來 銀針 銀針 戰時領先 好 然後紫薇 珊珊跟娃娃 這三位 會照顧珊珊聲音的舉手 壓倒性 怎麼會前排跟後排差那麼多 對 馬太 妳剛剛不是說 有趣歸有趣 對啊 這有差嘛 有趣跟有肉有差是不是 有趣歸有趣啊 對啊 所以在夜市跟老闆哈拉 是一個好玩的事是不是 就還滿有趣 因為像我跟我朋友 我們都會去 像剛剛講殺價 我有一個朋友就是 他會給人家下跪殺價 他就是凹不成就想辦法殺 我真的很慘 我很窮 我就是來就是很喜歡這個 不然如果妳便宜 就50塊就好 他說不然我給妳跪嘛 他就真的要跪 然後那個老闆說好 對不起 我就給妳 給妳便宜... 威妮下跪有用嗎 沒有 好好笑 這樣可以一塊100塊跪嗎 為什麼要不要買什麼啊 你也不先講 你要買什麼 對啊 我不想會啊 這太像冤魂來脫縫吧 你有沒有去過夜市喔 當然有去過 哪一個夜市是... 才看年本人喔 對啊 各大夜市都去過 來 開關關掉 看年本人 各大夜市都去過 你去夜市有造成什麼狀況嗎 其實是這樣 就是你走一走 然後你如果被認出來之後 然後有人很勇敢過來跟你拍 你就會稍微被包圍一下下 一下下 一下下 然後就拍一拍 然後就... 那包圍一下下每個人都要拍 你會被困住十分鐘 不會...也不會這麼多 你是想要去那邊享受 被民眾認出來的感覺是不是 沒有...還好 就自然 那店家都有請客嗎 不會請客啦 不會請客 就是會聊個幾句 然後可能有時候簽個名這樣 非常自然 很親切 對 看到我就打招呼 然後有人說 等一下你會拍一下 就很像很...對 close 可是紫薇如果有人下跪 應該要算便宜吧 如果他要殺價的金額很小 就讓他殺吧 如果今天這集播出後 看過康熙的人去說 我在康熙看過你耶 這樣可以算便宜嗎 好難對付一點人喔 這樣還要繼續用他嗎 不過他剛剛很受歡迎啊 所以應該這招算有用的 好 所以除了嘉芸 繼續幫媽媽做生意之外 另外六個人 還打算要繼續做夜市的舉手好嗎 要繼續做下去嗎 維妮 開店面吧 開店了 回歸沒辦法 是家裡的 然後你們都要繼續做 珊珊不要了 珊珊怎麼了 沒有啊 想要自己開店吧 自己開 對 因為其實摸青了裡面的門路 應該比較有管道可以自己做 是不是 所以這也是一個好的學習過程 對 好 謝謝你們來 那觀眾如果看到他們的話 可以多照顧他們的生意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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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